23岁被告万莫哈莫费达斯是一名喷漆员工 他在2016年12月25号晚上9点到10点期间 把车子停在苏丹伊斯迈机场的维犁旁 在车内强奸一名15岁未成年少女 抵触刑事法典376强奸条文 哥达巴鲁地庭法官纳兹里伊斯迈 今天判处被告罪名成立 必须坐牢16年和鞭吃四下 刑期从1月7号被捕日算起 同样在哥达巴鲁地庭 25岁被告莫哈莫法利斯 在这个月10号傍晚6点半 在马张连同13岁弟弟抢劫一名妇女 在双方拉扯过程中 41岁妇女玛利亚从摩托车跌下重伤 抢救8天后宣告不治 因此两名被告面对刑事法典395 集体抢劫控状 莫哈莫法利斯承认罪名 因此法官判处坐牢15年和鞭吃三下 至于他的未成年弟弟则否认有罪 镜头转到南马 43岁的华裔家庭主妇태 Lee Yong 今天连同儿子和两名17岁青少年出庭 根据控状 4名被告在1月17号早上9点半到10点期间 在伊斯坦达公主城一个住家 谋杀首被告的46岁丈夫Q.Cock Young 抵触刑事法典302谋杀条文 并与第34同谋条文同读 一旦罪成将判处死刑 金山推示庭则定案件在下个月28号过堂 以等待解剖报告出炉 净净 最后的内容是编写法典303继续